春暖花开啊,现在撒网抓云的天气比较不错 就是经过长期的一个跟朋友的一个接触 像平时有备晚千里来过来交流撒网的朋友 像从浙江过来的呀,还有从内蒙过来的呀 什么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阿非啊 不仅经常有朋友过来 那么我们经常通过跟很多朋友接触的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撒网其实很多朋友把这个撒网理解的很难 其实撒网并不难 为什么说撒网并不难呢 因为我们撒网的时候有很多那些撒法 各种撒法都有 因为很多撒法它里面呢 它就没有把那个方法技巧给它找出来 它就是胡乱撒 胡乱撒呢,这网呢,老是撒不开撒不好 那平时撒网,无非一个就是撒网,撒一个搅灭网 撒大网,还有一个就是打远,把网扔远一点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子 新手学撒网需要注意什么 新手学撒网,你一定要注意到 把这网啊,给它坠子给它理还理顺 很多朋友觉得撒网不重要 觉得撒网才重要,其实你想错了啊 离网解网占到这个撒网过程当中 它的70%,这个作用占到70% 撒网其实只占了20%左右 那下面呢,这网把它理好 坠子不要迭在一起啊 可以把它理成一个这种半蓝型,看到没有啊,这种半蓝型 为什么要理成这样子,这样子很方便捷网 尤其是我们新手学撒网的时候,方便捷网 这网盘网呢,这个就不用太多说了啊 盘网呢,盘的时候啊,这手上的圈圈小一点啊 顺势正盘,把这网顶部分呢,也盘在手里边 盘的差不多以后呢,抓到胸口的高度就可以了 盘到以后,差不多以后,抓到胸口的高度 这样子啊,那这网理好了,坠子不要压在一起 对吧 然后,结网 像新手学撒网,我们说 尽可能剪斜面,很多人说 不剪斜面不能吗 不剪斜面可以,但是不剪斜面不好撒 看个多么以后,把这网拿到手里边 都对着 今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杂网 我们的细节啊,后面会慢慢讲 结网的时候呢,把这网 可以往后拉一拉,拉成一排的 把那底缸调在手边上 虎口夹入两三个兜,然后把这网往后拉 再往后拉 再怎么往后拉,整个右手都往往后拉 很多朋友说啊,这样子结网 剪斜面麻烦啊 其实的话,你要知道啊 你只有用一定的基本功以后撒大网 以后才管啊 如果你不愿意花点基本功的话呢 以后撒大网很难撒 如果说你就撒,撒小网的,那也随便撒啊 这样子剪斜的网有很好的斜面 把这网提在手里边啊 撒网,它不是靠蛮力争 撒网啊,它是呢,来看一下啊 撒网啊,它是靠力量一个应用 说白了就是一个力量的一个应用啊 把这网荡起来,把这利息发出去啊 往前一推,往左一摆,往回一撒 因为这个地方啊,地形太小了啊 我就就着地形撒这网呢,有点不圆 不管它,因为这个架子什么的 在这边地方很狭窄 就着地形撒一网啊 那下这个撒网的时候是吧 你看到没有 剪好了根本就不用费力 网剪好了撒网根本就不用费力 很多朋友撒网的时候 拼命去扔 那种呢,拼命扔 那种是什么原因呢 拼命扔是你因为对着撒网的技巧不了解 你以为是靠蛮力撒 其实撒网是靠,就这个借用力量 轻轻一撒就能撒开 知道吧 我今天呢拍这个视频 只是为了让大家呢了解一下撒网 下面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所以说学撒网的过程当中 像那个两把网 尤其容易学 刚才那种撒网啊 特别容易学 一般来说呢 两三天就能学会了啊 两三天就能学会 比较容易学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会通过详细的视频介绍啊 这种网的撒法 那么今天先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